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 TV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張宏露委員 黃偉翰先生 黃毅銘委員 羅惡志強委員 林甄宇議員 以色列 以色列現在開始 真的是左打右打 也不管前一陣子 BBCO打死打傷多少人 就轟炸黎巴嫩 一炸就炸死492個人 比那個BBCO還嚴重 1640個受傷 而且是都要瞄準珍珠黨的領袖 美國也增加了軍隊 美國常常講 以色列是我兄弟 我們都是上帝的選民 他有事情 我一定去 所以美國公布說 我們是派少量美軍到中東 航空母艦這兩個都去了 另外黎巴嫩已經超過2000個傷亡 美國的前CIA局長說 他的情勢已經越界 已經超過能夠控制的範圍 已經過頭了 正在走向更廣泛的戰爭 所以會不會引起中東的全面戰爭 歐盟外交官警告 幾乎等於全面戰爭 你知道已經打到對不對 已經幾乎你現在打黎巴嫩 之前打哈馬斯 然後你現在又跟伊朗等於也開始決裂了 等於是全部打 伊朗的新總統也力挺真主黨 說中東國家一直譴責以色列 以色列自己宣布進入緊急狀況 所以人家也會打我們 大家小心 全國平民很可能都受攻擊 因為我們去打人家 人家可能打我們 所以你們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小心 另外現在 中國之前沒有太表態 總之以色列拉阿拉伯 現在說我們中國是站在阿拉伯兄弟這一邊 而且王毅去跟黎巴嫩外長見面的時候 譴責以色列 說以色列這樣太過頭了 但同時 中國也叫他的中國公民 儘快離開以色列 也儘快離開黎巴嫩 打到時候子彈是不長眼睛的 趕快跑吧 趕快跑吧 但是跑哪裡呢 黎巴嫩北上公路都塞爆 你看這車子 老百姓說我去哪 沒有地方是安全的 我去哪裡跑 跑哪裡 那你看這個逃那的車 逃那的車 所以南部永逃亡車潮了 但是我看也很難 逃到這邊打到這邊 逃那邊打那邊 我們看一下狀況 離巴嫩南部到處都是炸後延誤 以色列的空襲甚至直到首都貝魯特郊區 空襲當下直擊民眾怕的聲音都在顫抖 尤其整座城市持續被轟炸 造成近五百人喪命超過一千六百人受傷 已經成了自從以色列十八年前轟炸禮巴嫩後 傷亡最嚴重的一天 以色列軍方也發出聲明表示 他們過去二十四小時 在黎巴嫩境內空襲了超過一千三百處珍珠黨目標 只不過乙軍這一波所要打擊的目標人物 珍珠黨資深領袖之一的卡拉奇卻逃過一節 乙軍從早到晚打擊里巴嫩 珍珠黨同樣對以色列北部展開回擊 但一枚一枚火箭彈還在空中舊爆炸 乙軍防空系統鐵球不斷攔截 以色列北部上演演火秀 不過當局還是發布警報 呼籲異國居民撤離邊境 就怕珍珠黨隨時進一步反擊 那不算怎麼看 這個這一個禮拜 我花了一點時間去想 一個新的模式來描寫以阿 或者是以哈的戰爭的模式model 那我的想法 我最新的想法請你們指教一下 我覺得以色列是老鷹 這個他的那塊地就是鳥巢 鷹巢 你對老鷹了解不了解 我很了解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的家 就有一棵樹上面就有一隻老鷹的草 那我對他觀察了好久 我有一臉非常怕肉 因為老鷹的草長只有一隻老鷹 好像沒有老婆 老婆也沒有老公 就是只有一隻很奇怪 那你對蛇了解不了解 蛇蝦 蛇蝦不是一隻大隻而已 整隻 整隻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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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的 老鷹看得不鬆開就打一下 蛇看得不鬆開就打一下 結果呢 他們的規矩是什麼 沒有規矩就是規矩 就是說我打你一下 下次輪到你打 沒這回事 我打你一下 還可以再打第二下第三下 因為怕你報復 我現在打你你會生氣 所以我打得更凶 所以沒有說我來一下 沒有這個規矩 還有沒有說我打一下 你只准打一下 不一定 不一定 你看他上一次 以色列打了這個蝸蝦蝦蝦 沒有回首 就更重了 所以這種事情已經歷久不鮮 就是沒有規矩中 兩邊都活下來 但是兩邊都受傷 你請問台海的兩邊 有沒有受傷過 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 沒有人受傷了 所以不一樣的 我跟你講以阿以哈 就是兩岸的這個例子 我覺得不聞不累 所以老鷹背後有沒有老闆 老鷹的背後是一隻大老鷹 當然那個大老鷹不用出手 因為美國多的是猶太人 美國猶太人就幫忙 這隻老鷹就夠了 阿拉伯的蛇有沒有老闆 好像也有 現在王毅就出來了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他們不用出內 因為人太多了 而且還滿強悍的 你說你打他 他就投降不會 他有沒有錢 那錢多了事 你打什麼 沒打他們的人 阿拉伯這些的人 滾了百年 滾了千年 都給你打不死 他在怕你 所以這個是沒有沒了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仇恨 是此恨綿綿無盡期的 所以我不能看牙來嚇自己 我們沒事 你知道我們真的沒事 我們不是嚇這個 我們怕他將來引起什麼油價 什麼其他的變動 金價錢也漲了 我們看黎巴嫩人逃亡怎麼逃 黎巴嫩南部沿海城市塞達 主要高速公路塞滿車潮 車流綿延好幾公里 車上載滿家當還不斷按喇叭 這些全市正在撤離 準備逃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居民 逃亡居民有的無奈有的激動不已 因為以色列擴大規模攻擊 呼籲黎巴嫩居民撤離真主黨據點 南部居民不得不北逃 貝魯特一間學校變身收容所 有入大批逃亡民眾 對於以黎的局勢迅速升溫 聯合國表示非常震驚 但目前似乎還是沒有解決方案 以黎持續護紅 最新一波攻勢帶走將近500條人命 法國也在聯合國大會上呼籲雙方保持冷靜 但依照目前的局勢來看 以色列似乎沒有打算收手 戰火恐怕會持續燃燒 剛剛大佬用老鷹跟蛇 來比喻現在以色列 跟周圍的中東國家的關係 但是大佬你可能忽略了 這當中還有人民 如果是政權跟政權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爭鬥 那沒有關係 但是你看剛剛很多這種逃難的人民 我覺得這些老百姓可惜無辜 當以色列這樣子反擊的時候 黎巴嫩一下子是500條人命的損失 然後他不斷的轟炸的結果 你看剛剛街上那麼多 每一台車上面載的都是一家人 然後他們要去哪裡 就離開了這個黎巴嫩的南部 往北走 那他可以去哪裡 哪裡可以落腳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戰爭 我常常覺得 其實看很多的這個歷史 戰爭其實對於人民 就是最殘酷的一種展現 對他的生命 對他的生活 所有的秩序通通都打亂 現在黎巴嫩南部的民眾 經歷的是這個 那我要講 以色列當他展開這麼多的反擊的時候 請問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他要抓真主黨 結果投了那麼多炸彈之後 今天新聞說真主黨的首領 也是逃跑了 結果炸死旁邊無辜的百姓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政治人物也好 這個政權也好 當你要發動這些戰爭的時候 或是反擊的時候 我覺得都要有一個底線 像前一陣子 以色列他這種無差別的攻擊 那些BB code爆炸 然後很多人從此他就失明了 然後他的生活大受影響 他的身體殘缺了 那他要去跟誰討這樣一個公道 你就是因為你的仇恨 你的反擊 你的報復 然後就導致這麼多人 這樣子他的生活大受影響 我覺得這個真的 什麼事情都要有一個底線 這一波我覺得 以色列這樣的攻擊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 我覺得跨越那樣的紅線跟底線 但是很遺憾的是 現在看起來國際秩序 也沒有人在管 就是說大家各靠一邊 以色列有美國老大哥挺著 然後中東可能 這個中國是站在中東這邊 那無辜的老百姓 誰來幫他主持正義 看起來是沒有 聯合國有沒有功能 也沒有啊 今天聯合國秘書長他說 這個我們好像也沒有辦法 採取任何的策略跟行動 那聯合國到底還能有什麼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們看到老百姓的 無奈跟無故真的非常明顯 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 到492個人的死亡 就變成是數字 其實就像剛剛玉銘講 我覺得中東他這種所謂的 他殘忍無情的這種混亂跟戰爭 持續的實在是太久 而且根本就是看不到盡頭 遙遙無奇 一片黑暗 這時候其實形成了中東 我覺得形成三種疲乏 第一個疲乏是 嚴格來講 我覺得美國對於介入中東 他也疲乏 他介入這麼多年對不對 幾十年下來 他發現中東問題 他根本就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一樣是那個狀況 在這一波以色列因為很 就是很強勢 所以美國在這一波 其實是有點程度是被被動捲入 這第一個我覺得 就是在中東情勢的疲乏 第二是什麼 世界對猶太的同情也在疲乏當中 尤其之前在加薩走廊 以哈衝突的過程當中 因為太多無差別的攻擊 你就會發現說 雖然西方國家的領袖政府 原則上還是比較偏 跟以色列一點點 當然人民已經不是這樣了 你在很多的西方國家裡面對不對 你像美國哈佛大學就有學生上來 還甚至造成說今天 當時猶太一的 對哈佛大學的不滿 就猶太的所謂他們的政界 對哈佛大學不滿 也就是說 今天以色列在中東的情勢 他另外有疲乏不滿 以前就是在二次大戰 大家對猶太人非常同情 所以因此有這個同情 但是同情幾十年下來 這也疲乏了 在第三個 中東其實本身 對於這無解亂局也是疲乏 所以你看 雖然以色東打西打 東打西打 你會發現其實也不會像說 以前發生的那個所謂的 整個阿拉伯世界聯合起來 對付以色 因為每個還有自己的利益在亂 你打真主黨 真主黨現在是黎巴嫩裡面 可能最大的一個武裝力量 可是黎巴嫩的別的勢力 可能看這種情況之下 他也願意做必上官 所以他是整個亂局 但是看起來唯一比較積極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好像沒有疲乏 現在以色列就四面在 四面在 四方在開 但是四方這個 所謂的作戰過程當中 說真的我覺得 以色列也要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弄到一個程度 再度回到所謂的阿拉伯世界的 一個集體的一個所謂行動的話 那就剛剛其實像幾個 我們講那個聯合國 或者是幾個美國的軍情官員的研判說 他怕這個情勢是會擴大 因為這擴大跟以色列現在真的是 對伊朗 對真主黨 對黎巴嫩 對哈馬斯 就四面開火的結果 中東的情況確實是有在升溫 就是說他目的到底在哪裡 我就看 你譬如說把他 以色列常常很得 我們把哪個領袖炸死了 領袖炸死了 炸死又怎樣 一炸下去就上來了 永遠一直有上來 一直有老大上來 所以你並沒有真的把他殺掉 對不對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有聲 你現在去打旁邊這些國家 你也像老神講 你也沒有把他打滅亡 他還在那個地方 你目的到什麼地方 有的時候我打一個國家 我把他 像日本 要把他拿過來做殖民地 以色列看也沒有這個意思 他是為了自己活 然後東打西打 東打西打 然後搞得這個仇恨越激越深 然後也沒有看到他們 到底目的是何在 主要我有能力打你 你不要來欺負我 好像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搞得那個仇恨真的很深 當列強把以色列放在那邊復國的時候 就已經種下今天戰亂的這個種子 就變成這樣子